这些是正式五指巫途 现在在这个很高的 走上来都要一个小时的山顶 在这里採摘这棵 就是正式野山的五指巫途 这个山龙是我们一个几十年的朋友 野山的五指巫途不是粗的 是很幼的 但是香味和那些浓缩的椰青味 新鲜的很香的 五指巫途的功效 就是行气活血补气的 很好用的 通常用来煮鸡 它近似北旗的作用 但是又比北旗更加好效力的 一个熬汤的顺中药材 这个就是山龙 七十多岁人 非常健壮 天天对着山边 这个五指巫途 这个五指巫途 就在山边被我们找到了 我们要塗它里面 大树林也没有五指巫途 一定要这么山清水素的 山 山顶才有的 要上到两个小时的山顶 非常之美 你看每一个药材的山龙 他们拿了一点点的药材 都经过很辛苦 这样去采掘 才能拿到一点点 真正有药效的部分 如果不良的药材 他们会把一些未吃得的位置 都当成药材 就不好 这些是非常正宗的 唇野山的 我们的唇中草药来的 非常之美 这里是阳光空气 和水 所以新成的东西就这么美 我们稍后拿的 只是底下那小小部分的 它的径部 成科五指巫途 就是拿到这一小部分 才为之药用的 这些就是正宗 所以为什么药材 不是说你随便看药材 就是药材 一定是它正宗 中仙为之药材 就是有这样的区别 所以我们一定要 买品质高的药材 才能达到它的药效 最关乎是它正宗 这棵五指巫途 很老的野山 在山边 这些野山 怎么种都是这么大的 但是它的香味非常之浓 现在它太大了 我们要斩了它 小一点 来晒干它 用来备用 非常之美 非常香 最高才大 野山的药材 它怎么种都不是太大的 所以我们有时 买药材 不用买很大 有些野山的药材 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大 就这么大 有些野山的药材 何时都是这么大的